健康有理,Easy之行 Hello,我是Sharlene 相信很多人在報商雜誌上面都有看到過 其實飲食跟癌症是有直接的相連的關係的 所以其實吃什麼吃到身體裡面會得什麼樣的癌症 這些都是有關聯性的 而如果得了癌症之後 有什麼樣的飲食可以影響這些癌症患者 甚至可以讓這些癌症患者不要這麼的辛苦呢 在今天的健康好一集裡面 我們就有三位專家跟我們一起討論一下 其實飲食跟癌症有什麼樣的關聯性 首先為您介紹一下今天的特別嘉賓 第一位為您介紹的是 南加大的癌症研究中心的劉穎,劉博士 劉博士您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我是劉穎 然後我自己的工作主要是從事病理方面 然後我感興趣的方向 像乳腺癌和卵巢癌的病理 謝謝大家 劉穎,美國腫瘤研究學會 以及美國臨床腫瘤學會會員 就職於南加州大學醫學院 癌症研究中心病理系 研究方向包括 卵巢腫瘤的起源和致病機制 及分子病理學診断 研究成果多次在病理學會宣講 並獲得最佳報告獎 並多次在全美癌症研究中心醫院參展 並獲得優秀成果獎 接著呢,為各位介紹的是 Focal Smart的總經理 就是Kevin黃,黃總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Focal Smart的總經理 我叫Kevin黃 Kevin黃,旗管硕士 曾任職科技公司高層主管 銀行及金融業學經理丰富 卸任Focal Smart Corp總經理 Focal Smart Corp是台灣 小分子褐藻糖膠系列 產品北美總代理 小分子褐藻糖膠 由台灣行政院農委會 水產試驗所獨家技術授權 采用海洋中優質天然珍貴之巨大褐藻 以低分子生物技術萃取 澄清性及活性接候肯定 接著呢,為各位介紹的是 台灣褐藻糖膠發展中心 美國辦公室的莊玉菲莊主任 莊主任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在美國伊利諾理工學院 生物研究所畢業 那本身從事健康食品領域方面 有蠻多年的經驗,謝謝 莊玉菲,台灣褐藻糖膠發展學會 美國辦公室主任 伊利諾伊理工學院生物研究所畢業 因為對食品及營養醫學有興趣 因此推廣健康食品 草藥營養補充劑方面 有多年經驗 希望以生物醫學為基礎 以健康為目的 讓大家了解及選擇這方面的 輔助保養品 所以其實在場的三位專家都知道 飲食跟癌症是有很大的相關聯繫的 可是我還是想要知道 到底癌症是從何而來 又為什麼會發生呢 這個先要請教一下我們的專家劉博士 謝謝主持人 然後通常癌症是由一個細胞 那正常情況下呢 我們的細胞呢 它從細胞的生長到繁殖 都是會受到身體非常嚴密的 一系列的監控機制 然後呢還有一系列基因調控基因 包括原癌基因和抑癌基因 所以正常情況下呢 每個細胞各司其職 形成了不同的組織 形成了不同的器官 但是當在某些致癌因素的作用下呢 這些原癌基因和抑癌基因的平衡 受到打破 然後這個時候呢 細胞就會異常地增殖繁殖 然後就會產生了癌症 所以其實是因為細胞它異常地生長 還有繼續繁殖而導致了癌症 沒錯 對不對 最新的文獻好像有顯示到 褐藻糖椒這個新玩意兒 在市面上發生了 褐藻糖椒您聽過嗎 什麼是褐藻糖椒呢 這個就要先請問一下 褐藻糖椒的發展中心 美國辦公室主任 莊主任 什麼是褐藻糖椒啊 那個褐藻糖椒呢 簡單地講就是從我們褐藻呢 是我們一般來吃的海帶昆布 它是屬於褐色的這種藻類 那褐藻糖椒就是這個褐藻裡面 那個有粘稠的部分 這個糖椒這個粘稠的部分呢 近年來有很多的研究 發現它對一般的保健有很大的幫助 然後最近呢 我們甚至發現說在癌症 抗癌 妨癌的上面 有更多的研究 我們待會兒會跟你們一起介紹 所以其實您剛剛提到的是 褐藻糖椒跟癌症是有相關聯性的 對不對 那我可能就要再反過來再問一下 所以其實劉博士 飲食跟癌症是有絕對的correlation嗎 我覺得可以說簡單的 short answer yes 因為癌症的因素呢有很多 剛才我們提到了 在不同的致病因素的作用下 正常的細胞就可能異常的增殖分裂 變成癌症 那麼這些因素有哪些呢 我們可以把每個因素 治癌因素想像成一把鑰匙 所以它每一把鑰匙呢 就會啟動一個癌症的開關 把它打開 然後呢 所以我們現在的科學研究呢 只是了解了其中的一些鑰匙 我們還沒有 並沒有把所有的鑰匙都解開 等有一天我們解開了所有的鑰匙 黃總 黃總 您是FucoSmart的總經理 先請教一下大部分訂購FucoSmart的 是哪些客人呢 我們的客人當然主要是癌症的患者最多 那當然還有一些其他在免疫系統上面 有覺得需要補充的人 這些他們也都會服用這個褐燥糖膠 那對於一些慢性疾病褐燥糖膠的研究顯示 發現也是相當有幫助 比如說像糖尿病之類的 目前的研究方向顯示它 對於糖尿病也有相當大的注意 OK 所以您剛剛提到了三件事情非常重要的 您的大部分的客人呢 它訂購的有可能是想要幫助它的免疫系統提升的 有的可能是癌症患者 對不對 有的可能是糖尿病患 對不對 所以大部分是這三種客人 對 為主 對 所以其實褐燥糖膠對於免疫系統 對於對抗癌症的病人 還有對於糖尿病是有幫助的 是 目前的研究顯示 對於這一些方向的患者 都有很正面的反應 很正面的反應 趕快 莊主任 怎麼褐燥糖膠 其實會對免疫系統 糖尿病 還有這些癌症病患都有幫助呢 對 我們核燥糖膠有很多的科學研究報告指出 像免疫力它其實就是調節免疫力方面有很大的幫助 像它不會說讓免疫力過好或過壞 就是其實我們需要的是一個調節性 平衡性 因為你免疫力過高 你可能會產生像一些過敏什麼的反應 那如果免疫力不好當然就容易生病 那所以說它其實是幫助調節免疫系統 那我們知道說癌症其實你要殺死 就是抵抗人體要抵抗癌細胞 其實也是需要人體的免疫的細胞 免疫的能力要增強 就是說這個免疫力要好才能夠對抗這個癌細胞 所以其實核燥糖膠它有另外這個可以增強免疫功能這樣的一個功效 當然啦 像離癌的患者呢 其實它的免疫功能是隨之下降的對不對 這個問題呢 它會怎麼樣下降 下降到什麼樣的程度 而核燥糖膠又可以怎麼樣幫助這些在有癌症的病患當中 怎麼樣可以提升它的免疫能力呢 我們先休息一下廣告之後 繼續請這三位專家跟我們做繼續的討論 所以我們現在了解到了癌症到底是為何發生的 那可是很多得了癌症的病人它的免疫能力都會下降啊 劉博士 為什麼這些癌症病患它的免疫能力會隨之下降呢 對 好的 我來回答這個問題 因為現有的很多治療癌症的方法 比如說化療還是放療也好 它在打消這個癌細胞的同時呢 也都不可避免的會損傷我們人體的免疫細胞 這裡面其重要調節作用呢 比如說NK殺傷細胞 還有T細胞 這些我們需要的好的細胞也都會受到損傷 所以在這個人體整個的免疫機能是處於一個比較低下的狀態的 那在免疫機能低下的狀態的這個時候啊 人體會有什麼樣的反應呢 尤其是這些癌症患者 對 所以很多癌症患者在接受放療和化療以後 那他的身體比較脆弱 那就很容易有一些感染啊 或一些其他的一些治病原 在通常機會性感染 在正常情況下不會有感染的 可是在這個免疫力低下的病人就會有 感染的這樣的機會就增加了許多是不是 那這樣增加了這些感染的機會之後 是不是就等於他的癌症不但沒有辦法治癒 還有可能因為其他的原因導致他死亡呢 沒錯 主持人說的非常對 所以有的時候呢 癌症病人在接受放療化療 集體免疫力降低的情況下呢 他也可能不是真正的死於這個癌症本身 也可能是死於其他的這種治療後的一個感染 或者一個激發的一個病 OK 所以其實免疫系統對每一個人體來說是非常重要的 沒錯 太重要了 對不對 所以如果人的免疫系統一旦被打破之後呢 這個免疫系統要重新再bill回來 應該要怎麼樣bill呢 其實黃總您的客人大部分來說 有許多就是這樣的癌症病患 對 沒有錯 那您看到他們就是得癌症之後 然後經過這個放療化療這樣的路程 然後再加上他的褐藻糖膠這樣的一個補助 他的免疫系統有什麼樣的提升 從他的外在表現可以看得出來嗎 可以 這個相當的明顯 我們的客人裡面有很多就是準備要接受化療放療 或者正在接受化放療的患者 那這個褐藻糖膠跟化放療一起合併使用的時候 對於他患者的生活品質跟治療的效果都有明顯的提升 那比如說大家可能很清楚的就是像放療很多人會有食慾不振 化療會有食慾不振的情況發生 因為化療的副作用的關係 那服用核藻糖膠跟化療同時進行的時候呢 患者的胃口會改善很多 然後因為化療所導致的這種噁心 想吐的這些情況呢 都會有非常好的改善 那我想大家也都知道這個民以食為天 那如果說當東西都吃不下去的時候 那你身體一定得不到足夠的養分來維持身體 對於所有系統應該運作的這些能量 那所以能夠改善患者的食慾的時候呢 相同的情況下也會提升患者的免疫力 OK 等於它從飲食當中可以攝取到更多的營養 對 那這些影響呢就可以影響它的免疫系統 讓它可以漸漸的提升 是 對不對 所以褐藻糖膠是可以提升免疫能力的 對 沒有錯 那為什麼呢 莊主任 為什麼褐藻糖膠跟免疫能力的提升 是有這麼大的關聯性呢 好 其實那個褐藻糖膠 它我們做了就是有很多的實驗 它對於癌症病人就是抗癌的這個激轉 它有幾個作用 比如說第一個它有可以活化 剛剛就是那個劉穎博士講的那個殺傷 NK殺傷細胞 這個呢其實一般很多得了 就像我剛剛講 他接受化療的時候 可能它這個免疫力還有這個細胞 它的作用力減弱 那核藻糖膠它可以活化這個細胞 所以增強它去鋪殺這個癌細胞 然後呢它還有誘導癌細胞自己自然凋亡 然後呢它還有抑制癌細胞 那個血管增生的這個功能 所以它就會比較阻止這個癌細胞擴散增生這樣子 所以它有三大功能就是 對 它可以自然的讓癌細胞凋亡 還有最重要的就是 它可以引導癌細胞不要繼續增生 對 這兩個是很重要的 所以其實飲食呢對於癌症呢 應該是有直接的關聯性的 劉博士到底有什麼關聯性 可以讓癌細胞如此的肆無忌憚呢 對 對是的 所以呢飲食確實因為剛才我們提過了 很多治病因素都可以導致癌症 然後這裡面呢有一些是外在因素 有一些內在因素 還有一些人們健康觀念方面的因素 那外在因素 內在因素 我們先說內在因素開始吧 內在因素就比如說遺傳因素 免因素都會起到重要的作用 那外在因素比如說化學因素 我們已經知道很多已知的致癌物 然後還有物理因素 像電離線的輻射 然後還有一些微生物 應該也屬於物理因素 就比如說我們已知的鼻咽癌和肝癌 都和一些病毒 DNA和RNA的病毒是有關系的 是有關聯性的 對 然後另外有一部分 人們健康方式 生活方式 其實這是還是占非常大的一個比例的 所以有的時候一方面 病人可能有病了 但是他有一點逃避的心理 沒有及時去就醫 所以錯過了最好的醫治時機 然後另外一些生活方式 比如說飲食習慣 還有你怎麼吃 吃什麼 這些都是和癌症有關聯的 你怎麼吃 吃什麼 其實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難道你吃的東西 其實就是這樣 完完全全一模一樣 到了胃裡面嗎 很多人說吃維他命 吃了以後呢 就可以保你的生命 難道真的是這樣子嗎 其實每一樣食物裡面 大分子跟小分子 是不是有什麼不同呢 黃總 你應該是小分子的專家 對不對 怎麼來跟我們講一下 就是這個小分子的褐藻糖椒 有什麼過人之處呢 謝謝 我想就是說 大家吃東西都是一樣 就是說我們現在大概很少人會營養不良 對 那吃下去的東西身體能不能吸收 就像主持人剛剛講的一樣 這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同樣的東西我想 大家很多人如果有在吃鈣片的 可能都會知道 鈣片有非常多種 為什麼 他們一直要研究新的鈣片 那就是因為要幫助人體吸收 因為鈣質對人體來講 不是很容易吸收的一種礦物質 那褐藻糖椒也是一樣 褐藻糖椒本身是屬於叫多糖類 那多糖類的話 就包括褐藻糖椒 鈣質這些大家 巴西蘑菇這些大家耳熟能詳的東西 都是屬於多糖類 那多糖類大部分都是屬於叫做大分子 也就是說它的分子量比較大 那分子量比較大的情況下 身體比較不容易吸收 就像說你一個大的東西 要穿過一個比較小的門 要進去的話 當然就比較不容易進去 那我們的褐藻糖椒的不一樣 跟其他褐藻糖椒不一樣的地方 是在於它採用一種叫做 酵素水解的方式去萃取 然後把這個褐藻糖椒的分子量 切割到500道爾噸以下 那這樣子我們在實驗室裡面 做實驗的時候 發現它在人體裡面 它的吸收能力高40% 它的生物活性增加了5到6倍 這個是不一樣的地方 所以其實小分子的褐藻糖椒呢 它是有可以提升40%的 這樣的吸收能力的 所以大人不能要進小門 一定要小人才能進小門 才可以增加這樣的吸收能力 沒有錯 那很多人就會問 其實褐藻糖椒到底是不是天然的呢 小分子的吸收到底 對人體又有什麼樣的幫助呢 再修行一下廣告之後 我們再請三位專家繼續跟我們做討論 許多維他命呢 其實都並不是由天然的這些食品提煉出來的 那麼褐藻糖椒到底是不是天然的呢 莊主任 對 它當然是天然的 而且呢 它是我們海洋的寶藏寶物 對 通常我們講海洋的藻類呢 有荷藻 紅藻 藍藻 綠藻 那荷藻呢 它是屬於 它比較是 不是最深的 它比較是中層帶的 比較多 就像我剛剛講的有海帶 昆布這一類的 好 褐色 比較通常是講是褐色類的 那是 所以我們 褐藻糖椒就是由這個褐藻類取出來的 那台灣附近的海域大概有80幾種 快90種的褐藻這樣子提煉出來的 OK 所以這個褐藻呢 它其實是從台灣的海域這邊提煉出來的 才會做成一個褐藻糖椒這樣一個東西嗎 所以褐藻是可以提煉出來 像椒質這樣的東西嗎 對 主要是說用表面這個粘稠的部分 提煉出來的就是褐藻糖椒 那通常我們講褐藻它是整個整片 但是褐藻糖椒是中間那個膠質 然後它是一種多糖類 化學式是叫做留三根鹽藻糖 為什麼小分子可以幫助人體吸收這麼多啊 黃總 這個大人你要擠進小門裡面就不容易 當然不是叫做不可能 但是就是效果上面 對 效果上就會比較差一點 那也是因為這個原因 當初研究開發褐藻糖椒的時候 就注意到這個問題 也就是說它為什麼會採用 這種難度比較高的酵素水解切割的方式來生產 生產成本又比較高 那原因就是要顧慮到提高它的生物活性 跟人體的吸收能力 因為就像我剛剛講的 你再好的東西吃下去 如果人體無法吸收 那其實等於是沒有用 或者就是說效果就已經是打折扣 那如果這個東西吃下去 人體能夠吸收 等於是這個 是半功倍 那當然效果就會更好 那我們希望的是說 這個產品對人能夠有幫助 不要浪費掉了 因為這個是 雖然海帶是我們常見的東西 台灣周遭海域大家都知道 有非常多的海帶 但是一公斤的海帶裡面 只能提煉出一公克的赫藻糖膠 百分之一啊 千分之一 千分之一 那我出現不好就是這樣 沒有 就是只有千分之一 它真的很難萃取耶 是 因為它裡面的含量並不是很高 所以這個跟吃所謂的海帶 或者只吃海帶粉 是完全不一樣的 是 所以平平都是赫藻糖膠 小分子就是不一樣 沒有錯 對 所以飲食對癌症真的是有關係的耶 那這些癌症病患 真的得了癌症之後 全家都不太開心 當然得了癌症的患者是更不開心的 不開心呢 心情就不好 心情就不好的時候呢 就吃不下 劉博士 是不是就真的吃不下 是的 這個是一個很多癌症病人面臨的一個問題 對 但是美國癌症協會AS 它每年都會給出一個人群的健康建議 所以我們應該看聽他的建議 跟著他的建議走 他會建議我們除了定期參加筛查 然後另外呢 即時如果即時發現疾病 即時到正規醫院接受治療 另外呢還有要有一個健康的生活方式 目前ACS給出的建議呢 包括有 要限制一些紅肉的加工肉類製品的摄入 對 以及限制就是戒煙 然後限制酒精的含量 那酒精的含量 那酒精的含量一般 現在給出的建議官方建議是 女性每天不超過一杯 男性每天不超過兩杯 然後還有合理的運動 Cardio exercise 沒錯 A lot of cardio 然後另外呢 我們還可以平衡飲食 增加膳食纖維 蔬菜水果 古墓的摄入 然後還可以適當的摄取一些 對人體有益無害的健康製品 那我也是最近才有機會 接觸到賀藻糖膠 也開始對他有所了解 那我才知道大概一百多年前 賀藻糖膠就有西方的科學家 對他進行研究 那我們中華文化歷史悠久 我們自己的老祖宗李時珍 在16世紀初的本草綱目 就已經有記載了 賀藻糖膠的功效 所以健康的飲食 還有生活才是防癌的不二法門 感謝您收看今天的健康好Easy 健康有理Easy執行 我們下次見 拜拜